欢迎回来 就好像我们平常就应该要做好自己的灵性的提升一样 当然买保险很多人都会做 那你买了保险以后难免就会有很多跟保险有关的问题 那提醒您虽然我们今天不讨论保险 但是现代保险教育事务基金会所成立的保险消费者服务中心 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三的下午上班时间 都会有义务的顾问可以帮助您 电话是02-8866-5238 那这个基金会已经三次得到教育部跟台北市中颁发的 推展社会教育有功团体奖 那顾问都是义务的 所以您可以放心把你的问题交代给他们 或者您可以上现在的保险资讯网 把你的问题写下来 顾问也都可以协助您 好 那我们回来讨论刚刚的问题 但我觉得做一个陪伴的家属 除非是猝死 那当然家属也来不及准备 那做一个陪伴的家属 其实对最后一刻的到来也是很恐惧的 那也常常会去揣测 当这个躺在床上的人 他有一些什么样的作为 或者讲些什么话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就应该要做好 准备说可能时间到了 那我相信躺在床上只要他有意识的话 他也会去感觉 如果我看到什么或者想到什么 是不是也是我的最后的时间到 我想确实您的经验 可不可以让我们观众大概了解一下 对 那刚刚主持人讲了 是在死亡学里面有一个主题 叫做临死觉知 那这个临死觉知 就是当一个人他已经很好的预备 他也知道说他的生命 可能已经走到尽头 他即将要面临死亡等等 那常常在这样的人身上 就是他已经有一些很好的预备了 有时候他会产生一些不同的想法 譬如说他看到最亲爱的家人 或者是他看到他一个很美丽的国度 一个花园 一个好的地方 他正要去旅行 也有时候他会想起 他在人生当中某一段的经历 他非常需要去看到 跟那个经历有关的东西 有可能是食物 常常是食物 没错 台湾人比较多常是食物 是小时候的一种味道 他想要去回忆 想要去满足 在这种过程当中 我们照顾他的人 心里大概就有底 因为这是一种临死觉知 我们就知道他离死亡的时间 已经越来越近 好 那当然我相信 绝大部分的家属 在最亲爱的人走了以后 那个悲伤的处理是非常的重要的 而有的人可能因为这样子 改变了一生 甚至于可能忧郁等等 我们想要灵性关怀在家属悲伤的辅导上面 能够做什么 我想我们常有一句话说 倾听就是爱 了解中得医治 家人过世 这个哀伤的指数是将近到9或10这么高的 一般人大概半年到两年当中 这个悲伤才会过去 那当然我们灵性关怀是要先建立一个关系是 他愿意让我们来陪伴 那他愿意让我们陪伴的意思是说 在他的亲人要过世之前 我们已经很用心在陪伴了 包括病人出院 我们回到家里去陪伴 回到医院又到医院去陪伴 那在这样的关系之下 家属就愿意让我们继续陪伴他 那在陪伴当中 我们可能透过一些课程 绘画 音乐 来帮助他不断地来诉说 他亲人过世带给他的感受到底是什么 每一次诉说 每一次就是让他里面更加的平安 有时可能他讲的话都是一样的话 但是没关系 我们就是听他讲 然后慢慢引导他 让他跟自己能够越来越有自己 修复自己身体悲伤这样的一个能力 那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 那有时候呢 半年 有时候一年 那没有关系 就是一个机会 我们继续陪伴他 除此之外 其实信仰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可以让他有机会 不管是到他自己的宗教信仰去 或者到我们教会来 教会都能够有更多的支持团体 来协助他度过这整个悲伤 那这部分其实如果做得好 对他来讲 他的后半生就会过得非常的好 小心 谢谢 灵性关怀师如果能够坐在病人身上 一定可以更多坐在家属身上 因为家属时间比病人还要长 那我个人的经验是 一定要让家属有机会去付出 他付出的更多 当家属走了之后 他的怀念会更饱满 因为他知道他尽了力了 怕是只有陪伴 却没有对话 甚至没有做出他行为当中的一个表现 他都会觉得是个遗憾 但这个遗憾一旦开始 他是没有办法逆转 所以我们关怀师都会希望鼓励家属 尽可能在那个时间当中 想做什么不敢的 那个时间把握最后机会 勇敢的跟他说出我爱你 我接纳你 这都是一种尝试 但是灵性的平安最后希望是 每一位都得到 不是只有家属病人 是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需要的 是 好 那我们刚才讨论过程当中 都有提到一个说 死了以后要去哪里 好 那刚刚邱姓 邱姓你也提到说 那个很资深的牧师 连一个那么资深的牧师 他都还要再确认一下 他要去哪里 那我们通常不管在哪个宗教 都会讲说死后有审判 那这样的一个讲法 对灵重病人或家属来讲 怎么样可以确定 他可以通过那个审判 然后到我们预期以后 要相见的地方 双方都可以 我来讲一下有关于 跟在医学上的观察 待会我们师牧师会讲一下 在信仰上面的想法 那我提供一个数据 是非常有趣的 就是一个很正规的 医学上的调查 他发现了一个 一般没有重症 没有重病的健康人 就像我们这样是健康人 没有太大疾病的人 他经过这些调查分析之后 发现有50%的人 相信人有灵魂 有50%的人相信 人不应该有灵魂 那结果同样的研究 他们去调查 在安宁病患里面 所有末期临终的病人 结果得到的答案是 百分之百的人相信 人一定有灵魂 那为什么他一定相信 有灵魂呢 因为他快面临死亡了 他如果相信没有灵魂 有很多事情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我们中国人常说 一死百了 其实不是的 我看到的都不是这样子 所以事实上 以医生的角度来想 有灵魂是好事 以我是牧师的话 我们基督教的信仰 对人死后 其实是讲得非常的清楚 因为我们讲到 生有食死有食 所以在圣经当中 老早就告诉我们 我们会过世的一天 但是那个是身体的结束 灵魂没有结束 一个相信耶稣的人 他就能够到上帝那里去 所以那个地方是什么 像圣经讲的 青草地西水旁 黄金城碧玉街 这都是人想象 但是这更重要的是 他知道他离开这世界之后 他跟上帝永远在一起 甚至照圣经的故事讲到说 是被上帝抱在怀抱里面 所以当一个基督徒 他过世的时候 他有这个确据 他要离开的时候 是非常安详的 因为就好像我们用台语讲的话 就是说 我这间房子 他从地上的家 换到天上的家 所以对他来讲 圣经也讲说 好像睡了的人一样 还会再醒过来的 所以事实上 死亡对我们来讲 是需要面对 但是没有害怕到这种程度 所以常常有一些人 不敢用的数字 我们基督徒都不忌讳这些 因为我们知道我本来就会死 但是那是身体的死 灵魂没有死 永远都跟上帝在一起 是 我们目前有多少灵性关怀师 目前在医院里面 有聘任灵性关怀师的据统计 大约是50家医院左右 而这50家医院里面 绝大部分聘是 兼认的灵性关怀师 但是按照政府现在的一些政策跟规定 未来所有的医院都得聘请灵性关怀师 虽然还没有规定数量 但是慢慢的会随着我们的进步 我们会根据这个病床数 病人的需求量来增加灵性关怀师 那可能各位观众朋友不了解台湾的大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